《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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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血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魏灵宫篇》第24章 子供问曰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则夫 子曰 其束夫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子供问孔子 必得是善于言语的子供问 也必得孔子才能答 对别人子供也不会如此问法 只供问曰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则夫 一言是一个字的意思 若答其为人也孝涕 那是六言而不是一言 这样答 行不行 你们认为行得棘手 认为不行得棘手 孔子不打人 若遇到有脾气的人 一说这个就打 怨不得人 因为子供是问一个字 因为子供是问一个字 很难为人 虎人说 半步论语 至天下 或说二句终身行之 能行多 一个字 就可以终身行之 这只有孔子能答 只曰 其束呼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里必须一字 终身可行 孔子答 其束呼 其他也 所问的一言 呼不是肯定词 而是佛口气 束字 学会这个字 一辈子都行 孔子主张的人 难讲 束 比较好讲 己所不欲 自己受不了的 五十一人 不要用在别人身上 别人也受不了 自己受不了的 不要用在别人身上 别人同样也受不了 这一个字就管事 束这个字 他就管用了 所以要常常 为别人想 束 饶束的束 这个字 就是一个字 即使考证的暗语 为一字为一言 诗 有五言 七言 就是例子 老子 道德经 五千言 又有上万言书 等 那么 就是 言 就是 一个字 五千言 五个字 这个 五言 五个字 七言 七个字 还有上万言 一万个字 所以 都是一个字 这是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地方 只供问 有一言 这个有一个字的 终生都可以去实行的 孔子回答 就是束 是一个字 一言就是一个字 这是子供 他 才会 这么问 也有孔子 才能回答 子供这个 问题 那么总之 这张书教我们 这个束字 终生可行 束这个字 我们现在的法详 想多原谅别人 自己 不要的 就不要 去夹在别人身上 好 那么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贵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